实陌实说,经过三小时的火车行程 从Signy 来到新南威尔斯第二大城市 Newcastle 这个城市是澳洲历史最悠久的港口 这个港口的记载可以追索到1799年 至今这个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港 Newcastle 天气二人,平均气温在15-25度 是名副其实清凉舒适的海滨城市 行走在Newcastle West或Hamilton South的住宅区 你看到这里的道路很阔很干净 从很多旧式的独立屋 你可以见到这里有很多家庭 在自己的前院种植各种花草树木 有些家庭也种植一些蔬菜瓜果 所以我们下班来说 我们下班就要有很多家庭 在这里有很多家庭 我们下班的路上 现在我们下班的路上 在这边有很多家庭 可能很多香港人不熟悉紐卡索这个城市 但是大地送学生来这个城市读书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因为这里有一所高知名度的大学 难得来到Newcastle 就要去一趟Newcastle Memorial Walk 在这里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Newcastle的全景 我瞭望另一边碧海南天的太平洋 再往前行不远迟 一个海洋水平线相连的天然水池 Borgie Hole 更是令人惊叹 清洁的天然海水 获一阵阵海浪拍打而来的景象 令人流连忘返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自然结作 实际实说来到Newcastle出海口 Norby's Head 从这里你可以见到 随随进出的风帆和船脚 这里也是饭号山寶的好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到处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处了 Newcastle的车航 punto 那我们就可以见到 希望大家很有趣 喜爱 下次再见 呢 如果大家喜欢看这部音乐 就订阅点凶 的话 跟按赞 我们下面 再见 拜拜 拜拜 有可爱星赫问题 马上Face up 大地啦 又大吉他 process